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決定拍胸瓶的下集 原本想要休息一會再拍 但發現如果不趕快拍攝的話 這個箱又會充滿,惡夢就會循環 所以都是一起可靜拍攝 上星期的影片大家都是這樣問我 跳眉什麼事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陽光在這邊 所以它照下來的時候受光的程度 令到我這邊的眉毛有點淺色 其實照鏡看是沒事的 不知道為什麼一過鏡的時候 反差這麼大 我懷疑裡面的瓶會自我繁殖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上次拍完應該沒有了一大半的 現在又滿了 今天主要會講一些身體用品 頭髮用品,頭髮用品,化妝品和補充 如果你都想知道我在這半年用完了什麼 那就繼續看下去了 說了一些吃得下肚的東西 這一款是雪印的寶蓋營養飲品 我喝了三盒的 但只記得留一個盒 喝完之後的效果其實就比較難看到 因為寶蓋這一方面 一來我做膠夾,所以指甲的情況就不太看到 二來我已經去到一個年紀 不會再快高長大了 所以這些都是喝安心 或者有些朋友是需要更加高鈣質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就是早派跟他們合作的 膠原蛋白飲品 cology firm up total我喝了六盒 因為空間有限 所以只留下了兩個盒 膠原蛋白真的是一種不喝不知 喝完之後就很覺得它有效的製品 原本我也覺得自己皮膚不錯 喝了之後更加飽滿更加昇華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我想試試不同的製品 是不是都有同樣的功效 是不是不同的膠原蛋白都有用 所以中間我就停了大約一個月 看到自己皮膚真的差了 乾了 毛孔大了 你就會知道原來膠原蛋白是真的有用的 再來就是我經常提及的養生有米茶 我喝了無數盒 差不多每天沖一包已經成為了我的習慣 比起大家平常喝咖啡奶茶 一些不健康的產品 喝這種養生有米茶對身體一定有好處 但是它不是弱 所以不會喝一盒兩盒就會看到很明顯的變化 身體立即強壯了 不過辭之而行 你會發現自己驚奇的時候 是會更加暢順 沒有那麼多不同的症狀 還有手腳是沒有那麼冰冷的 說起驚奇 今次特別留下了這個包裝 我人生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 M筋腐腐 自從用了它之後 就完全無後顧之憂 發什麼夢灑什麼拳 都自由自在 真是不得了 然後還有這一盒蒸氣口罩 作為一個鼻敏感嚴重人士 轉天氣下雨前夕 簡直是惡夢 我的鼻子好像開了水喉 完全停不到流鼻水 所以如果天氣很悶 看了天文台告訴我 過幾天會下雨的話 而我又記得我會用蒸氣口罩睡覺 鼻子的情況會好很多 然後到ISUK這支洗手液 是我人生最喜歡的一款 它裡面是有磨砂粒子 洗完之後對手很滑 完全不會乾 尾巴好像SPA一樣 很放鬆 總之就是把洗手這麼普通的過程 升懷在另一個階段 接著就是頭髮用品 又我提過很多次的加丹尼爾洗頭水 它裡面是有薄荷的 很多沙漠都有 但是很多都是你一洗完頭 就已經沒有了那種薄荷感 這一款去到吹頭的時候 頭皮還是很涼 比起平時那種吹頭很熱很辛苦 舒服很多 如果你是找一個很滋潤很補水 然後洗完頭 已經很順滑的洗頭水 這款就不適合你了 如果跟我一樣 都想要頭皮整天涼 很舒服很清爽的話 就一起試試吧 然後有Milbong的這支護髮素 這支我用了很久很久 不是它的錯 而是我的頭實在太受損太乾 一般的護髮素已經滿足不到我的和港草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個滋潤一點的護髮素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是好的 純粹是我 經常這樣飄 我知道錯的了 再來就是極度喜歡的Sabon髮膜 喜歡它的程度是現在家裡有三瓶存貨 它的香味是女神級 還有它的滋潤度我都覺得非常足夠 如果你是一般髮質 你未必會感受到它的強勁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都是受損到爆炸 平時乾燙到瘋了的話 你會發現不需要太多的份量 但是它已經可以救到你的頭髮 起死回生了 輪到印尼品牌的一個頭髮噴霧 這個品牌的髮膜和髮尾油都很好用 我非常推介性價比極高 但是這支的頭髮噴霧大家千萬不用試 是廢的 噴完之後跟噴水對我來說是沒有分別 然後到L'Oreal的這一款髮尾油 這一支又是熬了很久很久 我記得L'Oreal全粉紅色是不是玫瑰呢 有一支是很好用的 但是其他不同的版本我買過 都是覺得一般的 總之就是一種很黏 很油膩的感覺 很重 不知道是因為我年紀漸漲 頭髮又漸漸地受損了 所以不適合用 還是因為我用過更好的產品 所以不太喜歡它 然後這一支是噴在頭髮用的 我買它的原因就是想設頭的時候 頭頂蓬鬆一點 或者是髮型保持得持久一點 不知道是產品的問題 還是我的頭髮真的太塌了 兩樣東西都不太能看到 有任何的幫助 然後就是Hairy Chow by Sisley的髮膜 這一款髮膜我覺得好用的 它的滋潤度高得來 不會厚重也不會油膩 而且你會感受到它好像Skin Care 塗在頭上 是會被頭髮吸收得到的 所以我蠻喜歡的 而且它的味道實在太貴苦了 如果你有這個預算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不錯 所以我選擇它們這條Line 我都覺得做到一個頭髮Skin Care的效果 Bio的止汗膏每次胸瓶都會有 這個止汗膏是不會令你不出汗 純粹是會令到你的汗快點揮發 所以這麼久以來我都很喜歡用這一款 而磨砂就用完Lush的這款Orange Sabon的磨砂是滑 然後Lush的這一款對我來說是清爽 它的味道好像一種 是否叫二寶果汁糖 有種橙汁糖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它裡面的鹽散下去是很適合夏天的那種很爽的感覺 它是集合於磨砂和洗澡一起做的 是非常快的 接著就到這款Twilight Shower Jelly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幫你拍一個故事 因為它的手感實在是太治癒了 那種啫喱是很棒的 但是計劃趕不上預期 在我未拍Story之前 它已經很快被我用光了 它的味道是超舒服的 這個Twilight 是很適合晚上用完之後 立刻去睡覺的那種氛圍 另外也都用完Lush的這一款Shower Gel 這一款是冬天才會出的 它的味道是很溫暖很甜 好像是一個有火爐的糖果屋包圍自己的感覺 還有它這個Shower Gel 你洗完兩個皮膚是滑滑滑滑的 然後有兩支TS6的產品 大支就是用來清潔思柱 細支就是一個噴霧 這個品牌大約兩年前 跟它們合作完之後 我就自己回購的 清潔泡泡的味道 是不會有一種很假 或者很難接受 很濃烈的香味 是比較清香的 而且它是很溫和的 洗完之後 是不會過分清潔力太強 然後令到乾燥含氧的情況出現 對我來說是剛剛好的 如果外出那天 例如流量比較多 眼睛是認著自己 我不知道別人聞不聞到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自己有 我就會用這個噴霧 是去完廁所之後 它是很方便 倒轉都可以噴到的 進入化妝品空瓶之前 還有一大堆的洗泡水 洗掃水 全部都是12元店的 無限回購 好開心啊 終於剩下化妝品 只剩下這裡 粉底可以用得完 一定是真愛 這支Make up forever的Reboot Foundation 表現非常平均 以前用的色號是Y245 現在對我來說 就應該太深色了 我喜歡它的地方就是遮瑕力中等 然後光澤感也欺負到好處 完全不會氧化 也不會變暗變灰變黃 所以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之日常 想不到用什麼 正正常常 不是有什麼追求的話 我就一定會用它的粉底 然後就到Laura Mercier的Tinted Moisturizer 這支是我的運動好朋友 它的遮瑕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一些瑕疵未必遮得到 它做到均勻膚色 好像素顏本身就這麼好 提亮了 膚質好了的感覺 所以會覺得 你這個人經常都做運動氣色很好 那種感覺出來 然後我找到一支MECA的防曬 MECA的防曬是好用的 我喜歡它們的質地完全沒有負擔 很輕身之餘 絕對做到防曬的功效 這一支我是上山下海都不會變黑的 最大的缺點就是 香港找不到地方可以買 一定要去澳洲 現在又去不到澳洲 所以還是不說太多了 遮瑕膏的代表有這三支 Maybelline Fit Me Concealer 以開架價錢來說 質地算水潤 不會很乾 然後遮瑕度是中低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 顏色我選到比較淺色 因為我會用來打亮眼底 而不是遮重度黑眼圈 然後還有The C.M.的遮瑕膏 它的遮瑕度是中上的 如果你有黑眼圈 但未去到紅貓程度的話 我想香港大部份的女生用它 都會喜歡 重點是這支先 約$50 是很划算的 然後當然不少得 有我最愛的Touch Shape Tape Concealer 有些朋友覺得妝感比較厚 或者比較乾 但對我來說 追求的是遮瑕度高 我是很難找到一個遮瑕膏 可以薄薄一兩層 已經遮到我的黑眼圈 我回購了四五六支 然後遮瑕膏 我還漏了Maybelline的這一款 這一款我也是用了很多年 曾經是我的最愛 遮瑕度算中上 大約兩至三層 就可以遮到我的黑眼圈 也不會放在歌紋裡 一笑整個老人家 所以我蠻喜歡用它 然後就有這支 幾年前它被人瘋狂追捧 用完之後想底妝的光澤感會很好 滋潤感會很高 是對的 如果在韓國效果真的很好 但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太油了 我也覺得油的 大家都沒理由不覺得它油 而Mascara方面有這三支 My Lash用過很多支 它是有效果 但很自然 絕對不會浮誇的 然後到1028 它的纖長效果很好 但不夠濃密 然後到Himi 我就不太喜歡 因為很快乾 我想大約用了兩個月左右 它已經是乾真真了 而眼線方面就有這兩支 Eye Proof這支我蠻喜歡 它是好用的 不容易溶妝 比較持久 顏色漂亮 而且你一畫完之後打黑痴 眨眼 它也不會落到下眼皮 是很重要的 接著到這支是One Day Tattoo 我用過一次 因為之後它自己就乾了 陰影長青樹 是Himi這個三色陰影 你看到這樣一邊擦 它不會脫粉出來 是很滑 不會飛粉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用它 接著到Juette這個 HIGHLIGHTER 真的很傷心 我用到一大半的時候 它粉碎了 它的色號叫Skinny Deep 是一個很漂亮 很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人用的 但真的很傷心 然後有一支Integrate的染眉膏 它的顏色沒問題 但用久了之後 開始乾了 會變成啫喱質地 所以在眉裡有色強哥好披ки 變成啫喱質地很難被控制 所以我應該不會再回扣它了 最後呢 就是這個Sofinna的碎粉 這個是 我朋友用了一大半之後 給我試一下用的 不是我的胸瓶 可以算是我朋友的胸瓶 但用了一段日子 都可以跟大家說說 這個想法是我的感受 有關噎了 所以它的粉質不會跟我平時的碎粉那麼幼細 有一點點火粒感 但上到臉上也算是幼滑的 不會很重的粉感 以一個開架來說是絕對接受到 但可能因為用專櫃的碎粉 我也覺得碎粉是要買專櫃 令妝感會更精緻 所以就看看大家的預算 好了我終於拍完這次的胸瓶記了 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上下兩集合起來很爽 但對我來說拍很辛苦 剪就更加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諒解一下 讓我分開上下兩集 又是另一個三四個小時 所以我又要去喝水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這次的身體用品 頭髮用品 化妝品胸瓶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我們半年後再見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每星期六、三、五、日、週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